大家好,今天秋葳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听了一个会议 这是植物性饮食和生活方式的会议 里面会有医生和营养师一起学习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 其中听到原来Ultra Processed Food就是一个高度加工的食品 高度加工的食品有什么例子呢? 例如一些彩色的特意吸引小朋友会想吃的那些很甜的早餐 脆脆圈圈、波波等这些例子 又或者是糖果、薯片、很多调味料、添加剂的食物等等 都是包装食物来的 这些高度加工的食品 原来它是可以说糖、酒或者是烟的 坏处对身体的影响是不相伯众的 所以先提起了这个话题 这些高度加工的食物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睡眠质量、长度的消化功能 甚至它会令到我们肥胖 或者是一些专注力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多些吃全植物的饮食 那就是我们天然吃过苹果的时候 洗净它可以连皮吃 避免常常买一些果汁 例如苹果汁就少点喝辣 那加工的食品 饼肝都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反而吃得都会肥